记者林彦同台北报道,年终各部门盘点去年成果,今天客家委员会就举办年终记者会,去年最大的成果就是客家基本法的修正,增列客语为国家语言,今年则要再推动台三线观光,将赴日本、东南亚等国家行销,期望将客家文化推向国际。 去年12月29日,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客家基本法,其中明定客语为国家语言之一,是纪元著名语言之后被认定的国家语言。 客委会主委李永德表示,过去大家总认为国语是华语,现在希望可以让大家知道,国语不只有华语,让学生能和老师用客语沟通,学生间用客语沟通,甚至是以客语来学习华语,以客语来学习英文等。 李永德说,今年起将推动客语成为通行语言,在一些客家聚落比较多的地区,如桃竹苗等当地的公务机关能够使用客语服务,建构使用客语的环境,之后再提升使用客语的价值感。 李永德给举例,之前到英国威尔斯参访,就看到当地政府为推广威尔斯语,邀请当地人相当引以为傲的足球队队员,在公开场所讲威尔斯语,成功让越来越多人喜欢用自己的语言。 不仅如此,李永德还说,贯穿客家地区的台三线公路要推动观光,去年已邀请日本旅行社来采现超乎意料的大售好评,乐观预估可增加3万人次的日本游客。 李永,得说,下一步,客委会也希望透过串联东南亚诸如泰国、马来西亚等的客语社团,形成产业链,将客语文化推向国际。